如果你想要用接口支付的话 这部影片告诉你 2024年接口支付该房 拿三张信用卡回馈比较高 那如果你想要探索更多信用卡回馈的话 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说明 首先第一张是台中营MySense预期卡 这张卡的话 一直来回馈都蛮稳定的 你最高可以获得10%的刷卡金 不过你要先一般消费满2000块钱 才会有这样的回馈 那刷卡上线的话 则是每月可以刷到3000块 线的部分可能会稍微不够用一点 第二张接口支付信用卡 则是汇丰汇算卡 这张的话回馈上线算蛮高的 你每月可以刷到66666 其实是基本上都蛮够用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 一般刷接口支付的时候 只会获得3%的现金基点 那如果你想要变成6%的话 你必须要现金基点累积满5000点 然后账户资产总额达到30万 才可以把这个点数翻倍 换成1万元的刷卡金 这样子的话才会有6%的回馈 那这张卡的话 比较适合高消费族群 第三张则是华南SNY信用卡 可以享用5%的刷卡回馈 不过你要一般消费累积满5000块以上 而且单笔消费100元以上 才可以获得5% 不过你每月可以刷到1万块钱 其实算蛮多的